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泽伦斯基从美国归来 并没有获得期望的那60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只得到了拜登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很多网友看了之后都觉得不解渴,不过瘾 有很多网友对美国内部斗争 却无视乌克兰的遭遇而感到非常的愤怒 我刚开始也是如此 不过昨天我看了网友说的另一个版本之后 一点也不愤怒了 这个版本是怎么说的呢 说美国这是故意的 故意不给乌克兰开绿灯 让俄罗斯觉得胜券在握 加大进攻 然后乌克兰引蛇出洞 然后那些进攻的俄罗斯军队 因为暴露在荒郊野外 便会遭到乌克兰的猛烈的打击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乌克兰弹药不足的时候 欧盟先提供 当消耗俄罗斯军队 消耗到一定程度了 美国觉得需要在最后关头拿出致命武器时 才会不遗余力的把所有的武器都交给乌克兰 保证乌克兰一次反攻就大功告成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 下一步 美国就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包括F16战斗机 这个计划让我看得热泄沸腾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真是太好了 可能有网友说瞎扯 肯定不会这样的 但我觉得 还是不要这么早下结论 战争从来都是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 跟实际发生的可能相差很远 万一美国真及时的援助乌克兰呢 现在我们说这个方案还为时过早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下一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就能知道这个版本是不是真的了 不过现在欧盟还确实啊 开始向乌克兰提供弹药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何赛普 伯雷利在布鲁塞尔告诉记者 目前有18万枚炮弹正在运往乌克兰 然后是俄罗斯 确实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乌丹日坚敌1300名 不仅如此 欧盟还向乌克兰提供了多重的大力量 路德社的报道显示 挪威宣布年底前 向乌克兰提供总值18亿美元的援助 包括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以及两套防空系统 丹麦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援助 瑞典提供1.33亿美元的冬季装备 芬兰则在三周前 宣布了对乌克兰的第20批军事援助 价值1亿美元的防空系统以及弹药 德国宣布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 承诺的第二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乌克兰军人已经在本月初完成培训 交付的这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包括一个火控站 一套雷达 八个发射器 以及大约60枚的导弹 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方面动态 在普京说乌克兰正在耗尽一切之后 俄罗斯认定乌克兰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 于是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攻击 前天 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袭击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的报告 俄军一共向基辅发射了十枚弹道导弹 其中包括S-400防空导弹和伊斯坎德尔巡洋导弹 俄罗斯以为发射这么多导弹 就能够给乌克兰造成很大的破坏 但让他们失望了 所有导弹均被乌克兰防空部队给摧毁了 在此之前 俄军克里米亚出动沙克德无人机 对奥德萨发动攻击 所有的十架无人机也同样被全部击落了 俄罗斯还是太高估了自己 太小瞧了乌克兰 在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之下 乌克兰防空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想像去年一样 给乌克兰造成大的伤害 今年基本上不可能了 不过 俄罗斯发动的黑客攻击 却让乌克兰损失不少 此次俄罗斯的黑客攻击的是基辅一家名为基辅之星的公司 攻击是从12月12日凌晨5点26分开始的 刚开始该公司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黑客攻击 但是真到早上6点30分 该公司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才发现他们遭受到了黑客的攻击 等到他们想采取应对措施 已经来不及了 当天上午黑客攻击造成的不良后果 开始显现了 该公司设备开始发生了大规模的故障 用户面临网络不足 无法拨打电话或发送消息的情况 运营商的网站也停止了运行 用户无法通过内部漫游切换到其他运营商 这件事发生之后 俄罗斯的黑客组织 索尔兹佩克称 袭击了基辅之星 他们威胁要对其他的乌克兰公司 重复同样的事情 很长时间没有俄罗斯黑客攻击乌克兰公司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次攻击意味着什么呢 是不是他们也认为 俄罗斯的春天来了 乌克兰要玩完了 所以记性搞了这么一波 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 乌韩的黑客组织一定也会进行反击的 我们会看到 未来俄罗斯的某一家公司也会被黑 现在乌韩网军高达65万人 早就开始对俄罗斯开展全方位的网络攻击 而俄方尽管黑客也很有名 但是在数量和组织度上远不如乌克兰 俄罗斯占的便宜 乌克兰一定会再捞回来 别看俄罗斯现在挺得意 但这只是中场 只有笑到最后的人才笑得最好 昨天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如果普京在乌克兰获胜 那么他的侵略行为就很可能不会就此结束 我们的支持不是施舍 而是对我们安全的投资 达成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案的唯一方法 是让普京总统相信 他们不会在战场上获胜 在美国的援助 因为共和党的杯歌被推迟后 欧洲国家迅速填补了这个空缺 包括丹麦 挪威 德国 波兰和捷克等国 前两天分别宣布了新的援助包 昨天瑞典政府批准 向乌克兰提供1.24亿欧元的冬季援助方案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正式批准了对乌克兰36亿欧元的一篮子援助计划 为了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挨饿 除了禁止某些金属和钻石进口外 英国正在加大对俄罗斯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禁令 同时还对俄罗斯在英国持有的资产 实施更严格的报告规则 简中网内不断有人宣称西方即将抛弃乌克兰 实在是对这个世界太过无知 他们注定会和某人一样 在不断的失望中迎来那个最大的失望 欧盟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宣布 欧盟决定与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 他说今晚我们站在乌克兰人民一边 我们为这次峰会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避免了很多错误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展示了欧盟的力量 薛尔利在投票中投了弃权票 没有投否决票 在脸书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 薛尔利总理欧尔班重拾了他的立场 即乌克兰尚未准备好开始谈判 德国总理收尔茨在其他欧盟国家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告诉欧尔班 如果他真的不想同意 他可以离开防线 以便欧盟领导人可以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做出一致决定 在众人的愤怒中欧尔班还是怂了 泽尔斯基发文感谢所有为此努力的人和提供帮助的人 并说道 我在这一天向每一位乌克兰人表示祝贺 历史是由那些不知疲倦的为自由而战的人创造的 此前欧盟领导人拒绝邀请他前往布鲁塞尔 据称是出于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反应的担忧 泽尔斯基转而对德国进行了计划之外的访问 在出发前 泽尔斯基在机场通过视频发表了一个 被网友称为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演讲之一的讲话 他强调 乌克兰已经完成了欧盟的功课 通过了法律 履行了欧盟委员会的建议 欧洲今天不要陷入优柔寡断的境地 这一点非常重要 没有人希望欧洲被视为不值得 或者无法做出自己准备好的决定 如果莫斯科已从布鲁塞尔对乌克兰的消极态度获得通行证 欧洲人民将不会看到任何好处 普京肯定会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乌克兰和整个欧洲 不要首先给他这个 也是今年唯一一个的胜利 十年前乌克兰人民在欧盟的旗帜下奋起反抗 今天我请求你们一件事 不要背叛人民和他们对欧洲的信仰 如果没有人相信欧洲 那么什么才能让欧洲继续存在下去呢 欧盟还活着吗 泽连斯基最后说道 关于泽连斯基的这个演讲 我以为最好的评价来自一位不知道国籍的网友 他站在飞机跑道上 而不是某个镀金的宫殿上 向欧洲理事会发送了信息 他是原始的 五脚本的 几乎绝望的 这不是你通常的外交恳求 这是一位背水一战 国家濒临崩溃的领导人的万福玛利亚 这个场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几乎是戏剧性的一个机场 旅程开始和结束的地方 命运被发射到了天空不确定的怀抱中 当他准备启程前往德国时 他的每句话都充满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斗争的阴影 泽连斯基以非传统的方式震撼了欧洲精英 让他们认识到家门口战争的残酷现实 没有任何拐外抹角的言辞 没有外交上的可道化 只是在一个往往太舒服 而无需关心的世界里发出原始的 未经过滤的行动号召 致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 和他顽强不屈的人民